苏州平坛 悠扬婉转的唱腔 在苏州吴江桶里的达官园里营绕 讲述着白苏贞的故事 一场古今结合的中秋佳节活动正在举行 苏贞 苏贞不是苏贞 苏贞姓叶 茶叶的叶 我们的茶叫做水香丽人茶 是从台湾移植过来 种植在吴江水香桶里的 叶苏贞来自台湾一个种茶时假 十年前来到苏州吴江栽种台湾茶叶 下逢中秋 吴江的朋友邀请他一起来打官员过节 还为他开了直播 让更多的人了解水香丽人茶的故事 谢谢 中秋节快乐 叶苏贞说 台湾的中秋 家人们汇聚在一起品茶吃糕点 今天水香丽人茶配上苏式糕点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今年的高温天对茶叶影响很大 大大的鲤鱼灯象征丰收和吉祥 这正是叶苏贞心中所判 中秋的夜 在园子里的欢笑中逐渐变得深沉 叶苏贞结束直播 也花了心思 请吴江的朋友们体验一把台湾中秋节的仪式感 烤肉 没错 这不是错觉 台湾三十多年前开始流行中秋烤肉 中秋的话题始终绕不开团圆 隔空互道问候 聊以慰藉对亲人的思念 祝你们中秋节快乐啊 我在这边过中秋节 你们在那边过中秋节 对啊 你们啊 你也要过水 来来 你跟我讲一下 拜拜 好在 叶苏贞与乌江的朋友 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家人般的关怀 帮助他度过了不少难关 他的心也不再孤单 虽是离家千里 却也如在家般事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